沿着蜿蜒的水泥路 穿过成片的树林 便来到了美丽的戴族村寨 戴族是一个跨境的少数民族 一般民宅的外观十足南亚风格 颜色以黄色及褐色为主 小米 我们刚刚这样一路过来 我们看到的所有建筑是不是都是戴族的 对 像我们看了这个门头的戴纹的话 用我们戴族话说的话是 它的意思就是欢迎各方的朋友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个橡胶固 立在这里的话是我们一个戴族家的象征 而且我发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橡胶固 它是从小到大 对 它的那个发出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小的声音跟和大声音都是不一样 对 对 然后这个银塔的话也是我们戴族家的一个象征 它有分为两个颜色 一个也是金黄色的 一个是银色的 是 它们上面的那个是我们戴族家 小少女我们戴族家俗称的戴衣的小补勺 小补勺 对 小补勺 然后戴着那个帽子 它是一个帽子 对 就是配我这种衣服的 那是穿上去一整套真的非常漂亮的 然后我们在这边看见的那个大象 大象固是我们戴族家的象征吉祥物 所以大象是一个吉祥物 对 对 其实我们进到这边真的会感觉有一种仿佛走进了 就是别的国家的这种感觉 满步在村中还可以闻到一股香气 这是来自菠萝蜜的味道 你听它的声音和听熟的 这个声音的话它都不一样的 这个声音感觉就比较空一点 然后熟了的话吃起来是非常甜 是 非常香的 那个口感感觉应该特别好 那一会儿我们就把它拿进去品尝一下 那今天呢实在是太难得了 因为菠萝蜜呢通常是八月份 我们才有办法有机会可以品尝到它 但今天呢因为可能这边热带气候 所以呢温度比较高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机会 熟得比较快 对 我们现在就有机会可以来品尝到了 光剥开其实这个味道已经太香了 光剥开的这个味道是特别香的 是 好 那我们来尝一口 尝一下它 特别甜 特别甜 然后这个糊的话是可以煮着吃的 这里面的这个还可以煮着吃的 我还第一次知道说原来菠萝蜜里面的这个 这个汁可以用来做料理的 今天我要带着大家来品尝带出很重要的一道料理 这个料理是什么呢 泼水粑粑是我们每年过这个泼水节的时候 都是必备的一道食材 是 但这个泼水粑粑它里面都有含些什么 糯米面粉还有这个红糖 这个就算是一个完成品了 我们就把它放过来 我们包好然后拿去蒸煮 蒸煮了以后就这个就是蒸煮出来的样子 所以这个是完成品 对对对 我们现在就来揭晓吧 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 这个也是金黄金黄的蒸出来 我发现好吃的东西都是金黄色的 特别好吃 它咬起来其实很像麻糬的口感 但是它比麻糬就再更糯一点 你看那个红糖香可以说是非常浓郁 特别好吃 我发现旁边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些特色料理呢 对 这个就是我们戴主家的那个吐司干萨 然后这个干萨的话 我们是用那个牛的那个粉肠就是熬 就熬一整天熬出来的那个苦水 然后它的肉的话是用牛的那个里脊肉 烤了以后用锤子锤成这样 然后又韭菜 鱼心菜那些 然后又拌在一起的 所以应该相当地有的不错 尝起来有点回甜 酸酸辣辣的 然后因为蒜本身它也有点辣的味道 我觉得非常的开胃 人们往往把酸和歹族联系在一起 无酸不成餐是歹族特有的饮食习惯 而菠萝蜜子的滋味又是如何呢 煮了以后它有那个皮吧 因为它会裂开 你把这个皮剥了 甜甜的弄到的特别香 这还有点像炒栗子 口感是类似的 但是呢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比较清香一点的 而且我们其实还是可以浅浅地尝到那个菠萝蜜的那个香味 有机会如果您家里有菠萝蜜 果子千万不要丢掉 其实它还可以做另外一道料理 等着您亲自来烹饪吧 那我们的菠萝饭现在就蒸好了 已经等不及了 我们就赶紧来品尝吧 因为有加那个黑芝麻嘛 所以黑芝麻再搭配在里面 更香了 因为这个米因为它是糯米 所以咬起来呢 本身口感就是比较糯一些 只要是喜欢酸甜口感的朋友 您一定会非常喜欢 我是已经爱上它了 天空之下 彩云之南 云南是个令人去了还想再去的地方 欢迎来我们瑞丽 我们这边是一个地方叫莫里乐带雨林景区 它本身也是所谓的这个我们瑞丽江 大云江国家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域 是 那我们这个是叫乐带雨林沟谷的一个风情 这就是我们景区的一个平面图 我们游客来的话 都是扫这一个二维码 然后它就会有语音导航 是 然后每一个景点 它都会有不同 世纪不同的一个解说词 来分成中英文的 好光客气 接下来我们现在看第一个景点 好的 游览前先求平安 拜拜佛吧 这里又叫杂朵 是 杂朵的话在台语来说 就是佛脚印的意思 佛脚印 佛主留下的一个脚印在这 于是本地的信徒的话 他们就修盖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类似于金塔 然后把这个佛脚印保护在里面 很多人他不知道 以为上面的这个痕迹是佛主的脚印 是 其实不是的 真正的脚印是在底下 你看到这个有拇指踏出来的痕迹 一块一块的 所以这个才是脚印 这个才是脚印 那为什么这个脚印会反过来 以前不知道这个佛脚印的珍贵 他们就在这个石头上面去晾 他们的裙子衣服 那白象的话 他觉得这个有点玷污了 佛主的这个遗留下来的脚印 于是用他的两颗牙齿 把这个石头翻了过来 不让它被污染到 是 像前段时间的话 不是那个大学考试吗 是 于是有很多的这个考生 跑到了墨里来 特别来抱了一下这个佛脚印 叫临时抱佛脚 这个故事也是蛮有趣的 抱了佛脚 再来一个许愿牌 妥妥的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 是我们景区的一个许愿桥 是 那一般游客来的的话 自己买一块木头的牌子 自己写它的祝福语 然后吊在这个许愿桥上 好啦 其实我这个愿望呢 还是许给了所有的朋友 我许的愿望呢 其实就是希望所有人呢 都可以平平安安 每天都快快乐乐的 其实只要健康了呢 所有的愿望也都会达成 那么现在我就把我许给大家的这个愿望呢 挂上桥吧 那希望这个愿望可以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树大便是美 这数不清的愿望牌道 也为景区添了个亮点 此外 这里也为你创造布施的机会 你可以买上一瓶 这装满饲料的奶瓶 好好喂养这池中 嗷嗷待补的经历 这是我们景区这边养的 养了两百只孔雀 我们是放在外面放一半 是 然后关在里面关一半 它是轮流的 它们是交搬的 交搬的 当孔雀还真不容易 我第一次离孔雀这么近的距离 它就在我旁边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羽毛真的非常的漂亮 它这个是属于蓝孔雀 是 蓝孔雀它也是属于国家三级保护动物 如果是野生绿孔雀 那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是 不过可以这么近距离看到它 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 它们的羽毛真的太美丽了 我今天是第一次 双十五回孔雀 这么多的孔雀在我前面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但其实因为近距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很近距离的它们的这个羽毛 就是羽毛的颜色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真的是非常鲜艳 非常漂亮 长期被圈养的孔雀 早已习惯了人们的喂食 人则在喂食过程中 学习与动物的相处之道 孔雀喂食也是我第一次体验 其实一开始我也是有点小害怕 因为毕竟它们数量还是挺多的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 我发现跟它们一起相处 还是挺开心的 而且我刚刚还亲手地喂了它们一下 其实它们都是挺温寻的 其实有机会的话 您来到这儿我非常推荐大家 都可以进来喂喂它们 因为它们其实真的不会咬你的 从这一段路走进去之后 就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这个热带雨林 可以看到很多只有热带雨林 才有的一些特殊景观 一进到这一边 就是所谓的这个 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范围内 所以你一进来跟刚刚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对 完全不一样 因为正式我们是走入到了所谓的热带雨林 是 在我们这一边热带雨林的话 茉莉景区它总共生长着 1540多种的热带植物 其中国家珍稀类一级保护的达到十余种 然后那个保护的花卉的话是27种 所以我们在这边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是的 是的 这一棵就是目前已知在滇西片区最大的一棵八宝树 发现目前为止最大的 是 其实我们看它的这个树根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它非常的粗而且非常的大棵 它上面还有其他的树还又寄生在它上面 所以造成它越长越大越长越大 哦 怪不得 所以它旁边还有其他种类的在它上面 对对对 郭大哥我想问 那这棵树呢 它大概有几人的荷保 要二十个人差不多可以把它环抱 哇 要二十个人 哇 你就可想而知它有多么的粗大 瑞丽江的支流扎朵河九曲十回 如玉带般蜿蜿在深山密林间 滋养着这片雨林 这里的富氧离子含量极高 随时都可以享受清新的森林浴 郭大哥 我们走到这边之后 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树 然后它旁边写着树包石传说 所以这里是有一个传说是吗 这个是在寨家的佛经里面有记载 是 释迦摩尼佛在这边修法的时候 从底下要走到瀑布源头 是 然后有一个大石头拦着它 于是它就立了一个残杖 把这个树把它移到旁边去 然后这个残杖就立在这个石头上面 是 最后化为无数个气根 把这个石头包起来 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是 于是叫树包石传说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棵是吧 是的 是的 它整棵树是从石头上面一路往上长 是 然后气根再把这个石头 把它全部包起来 哇 真的是个很奇特的景观 因为通常树都长在地上 但这一棵树呢 它是包着石头长的 是的 是的 非常特别 沿峡谷和溪水逆流而上 终点就是六十公尺高的莫里瀑布 只见青泉从绝壁上倾斜而下 水花雾化成风 打在脸上十分清凉 这里就是莫里瀑布 它的高低落差是有达到六十米 在这里的每立方米的复养离子 是达到惊人的十八万 是目前已知世界复养离子最高的热带雨林 是 它的上游是由山谷水汇集而成 在上面刚好像是一个聚宝盆一样 形成像是一个自动调节的水库 是 所以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不管你是干通天还是雨水天 它的出水量都很稳定 不管你连续下了再大的水 河水它永远都是维持一样的高度 是 它不会长 它也不会少 所以说实在的一年四季 不管什么季节 您来到这边这个瀑布 它始终都会长得像这样 而且我刚看到好多游客 他们都在这边打卡 所以这里算是这里的一个 必打卡的一个点了吧 那也是网红打卡点 来瑞丽一定会来这个地方 那今天我们来到这边 当然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打卡了 热带雨林风光无限 充满了多彩的探险乐趣